Bring The Madness 哈囉我江江 現在趕快訂閱我的頻道 並且按下小鈴鐺喔 嘿 今天小富也來炫富啦 這台藍寶傑尼的 號稱三千年的跑車 哇超級帥氣啊 外觀的流線條 後方的尾翼 完美的車燈 咱們上去喬一喬 就這樣直接上去 anyway 看一下他的第一人稱 為什麼沒有儀表板 還是其實這樣就對 先去繼續看一下 小富又買了一棟新房子 在洛勝都的某一角 應該在前面不遠的地方 又有NPC出現了 我不想幫你攔下你的機車啊 好像找我的房子啊 我印象中好像在這個附近的樣子 好像快到了 他有兩層樓 這裡右轉 哦是不是啊 整棟的 他只有兩層樓 而且還有後花園 玻璃有反射效果 不錯喔 遮陽了 然後一進來 就會看到樓梯 這個樓梯好像 放在家門口 這樣子好像不太好 以風水來說啦 anyway 對我們的廚房在後面啊 然後就是 就是 這個門沒有開啊 沒有開放 然後 這是我們的餐桌 然後 我餐桌應該有廚房才對啊 廚房在哪邊啊 今天第一天交屋啊 連廚房都不知道在哪裡啊 這是往二樓的樓梯 然後 這個是我們的客廳啊 那這個客廳還沒有完全的裝潢好啊 只是稍微 有基本的家具啊 那就是少了沙發 還有一些冰箱之類的東西啊 然後 這個箱子不知道幹嘛的 然後這個是我們的儲藏室哦 儲藏室未來會放金庫啊 還有一些 我的機密文件在這裡 然後 就是 霸台區 客廳 啊 廚房在這裡 等下為什麼會浮起來 為什麼會浮起來 哦 它是不是有什麼特殊的功能啊 太空漫步在 然後因為我們這邊有這個咖啡機 還有這個 廚房的用具哦 然後 霸台 可以 哇 這超大片的這個草坪啊 可以在這邊遛狗 還有 比劑蠟麵在這邊 然後這邊是打電動的地方啊 為什麼這樣 模組有怪怪的出現 然後這個 剛才介紹過了 然後我們上去看一下 這邊還有個小型花園 這是變電箱還是什麼啊 怎麼在這邊 卡在這裡啊 怪怪的 我們咱們去二樓 二樓不太好上去啊 你要用跳躍的 上去了 這個藝術不錯哦 然後 等一下 我二樓有四個門 我先看這個門 這個門 OK 一個雙人床 旁邊是理髮廳嗎 還是什麼 然後這個是 陽台啊 超大陽台 可以看到我的藍寶傑尼 酷耶 這才有別墅的樣子啊 然後 看一下啊 這裡是什麼 應該是浴室吧 有耶 等一下 這個浴室 拍個電視機 然後 完全沒有遮陽 別人一眼就可以看到我在洗澡啊 你看 對面可以看過來了 這還可以大家可以吃飯的地方啊 然後這邊是泡澡區哦 等一下 可以進去嗎 水還是涼的哦 然後滷湯 這個咧 這不開放 這沒有開放啊 這沒有開放啊 好 沒關係 那我們走回去看一下其他房間 這是哪裡 浴室啊 也是馬桶啊 不錯嘛 乾絲分離啊 這個非常好 這個角度非常的好 哎呀 還有什麼 沖澡的地方 我們再來介紹客房啊 這是客房嗎 不是客房 這是一個小型的 不知道幹什麼用的 啊 我知道了啦 之後把它改建成那個小型辦公室好了 那這間呢 這間是什麼 這才是客房吧 這有窗戶 然後空間比較大一點 然後這個呢 這個是淋浴間 啊對啊 這客房 小型客房還有這個廁所 我們先去看另外一間房間好了 另外一間客房嗎 看起來是客房 然後這是 就一般的淋浴間跟馬桶嘛 當然這邊也是有這個陽台 陽台也看出去 爬下去好了 我們直接去看一樓 哇哦 這個大草皮可以 辦派對耶 是不是 那個超棒的草皮 嗯 去鬧一下他們好了 這兩個好像 不是我的客人啊 嗨 嗨 你們在幹什麼 哎 不爽啊 不爽就走啊 不爽就走啊 去哪啊 去哪啊 還給我撞牆哦 想跑就跑啊 有話好好說啊 豪宅剛好在這個路中間哦 我們看一下如果把它移除會是什麼情況 他就是一條道路啊 哇 把那個豪宅蓋在這個道路的中間哦 嗯 還蠻聰明的啊 我們現在在把這個豪宅再蓋回來 需要點時間哦 我慢慢的跑出來了 完成 哇 我的豪宅就這樣子完成了 哈哈哈哈 OK 這個模組到介紹到這邊 喜歡幫我按個讚 下次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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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